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叫に決まっている 第二个しかない 或者叫什么什么 ほかない 或者是よりほかない 或者是ほか什么什么 仕方がない 有没有 反正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学任何的句型呢 都是可以拆解的 能够拆解还不知道意思 那就可能是单字的问题 知道吗 好 那是我们现在应该大家都知道了 第一个に決まっている 它一定是一个住词に 再加上決まっている 对吧 然后它课本它是没有把汉字写出来的啦 因为呢 放在这个句型里面的时候 都不会把汉字写出来 不是都不会啦 就是通常不会啦 に加決まっている 決まっている这个字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汉字是决定的绝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它还原成圆形 就是大家知道的什么 決まる 好了 所以呢 決まる就是一个 決める的自动词 对不对 決まる是自动词 那決まる 決まる是把什么事情做出决定 決まる就是什么东西已经被决定了 对吧 所以呢 现在呢 什么东西被决定 再变成ている 是不是变成状态了 就表示有一件事情啦 已经持续这样子被决定了 有一件事情啦 在前面 它已经被这样决定很久啦 所以意思叫什么 其实就是一种规律 一种规则 比如说我们已经固定啦 就是在中午会有一个小时的午休 所以一時の 一時 十二時から一時まで 昼休み 昼休みに決まっている 就表示说我们已经持续 有一段这样的时间 这个规则已经被决定 而且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 所以会加ている 所以可以看一下它右边 它的解释它说 きっと 怎么怎么た 就表示一定会怎么样 或是必ず怎么样 一定会怎么样的意思 也就是说 这个事情就是怎么样 不用我说 反正就是绝对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它会加个ている 加个ている表示说 这个东西好像对你来说 是已经行之已久 已经放在心里面 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啊 没有什么好大不了的啊 反正一定是这个样子嘛 比如说 今天快要跨年了 跨年要干嘛呢 当然是赖在家里面不动啊 或者过年要干嘛 当然是赖在家里面看电视啊 有没有 テレビを見るに決まっているんじゃない 有没有 有这种感觉 就表示说 你会加きまる 就表示那个事情已经被决定 再加个ている 就表示说这个事情不单单是被决定 而且是你已经放在心中里面很久了 你觉得是一个常态了 所以有时候可以翻 有时候可能是指一个地方的规则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都固定会有午休 有可能是讲说 我觉得一定是如此 因为还用说吗 有没有 所以你会讲话讲得这么笃定 虽然是有 きまる这个字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第一个 老婆跟老公说什么呢 夕飯はゆりこが作ってくれそうよ 大丈夫かな 哦 这个sou是 是什么意思 啊 你要注意看sou前面放什么 放长体 所以由此可知 这个sou是听说 对不对 听说啊 晚饭啊 是ゆりこ帮我们做呢 有没有问题呀 好 那就老公说什么 料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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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ゆりこ が作るんだから おいしい にきまっているよ 楽しみだね 哎呀 因为是很喜欢做菜的 ゆりこ 所做的嘛 所以一定很好吃的啦 啊 真是令人期待的 你看 おいしいにきまっているよ 好 这个 这个句型比较特殊的是 这个にきまっている 这个に啊 这个著词前面可以接 非名词的东西 好 你只要接普通题就可以了 おいしいにきまっている 的意思不是说决定好吃 是一定好吃 知道吗 就反而是说 おいしい 这个字在我心中里面 已经定论很久了 ている 这种状态 对不对 这个 ゆりこ 我做的饭菜就是好吃 而且在我心中已决定很久 就本来说他在我心中已经怎样 放了很久了 一定 就是这个样子 一定好吃的 好 第二题 試合ではAチームが勝つにきまっていますよ 日頃の練習量がすごいんですから 哎呀 在考 比赛 比赛的时候好 这个一定是A隊伍会获胜 一定是A隊伍获胜了 勝つにきまっていますよ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讲日頃 日頃就是每天每天的意思 就是日頃就是毎日 因为每天的練習量真的是很大 第三题 そんな暗いところで本を読んだら 目に悪いにきまっている 你在那么暗的地方看书 眼睛 对眼睛一定都不好的啦 目に悪いにきまっている 一定 今週中に30枚的レポートを書くなんで 無理にきまっています 在这个礼拜 在这礼拜之内 要写出30章的报告 是绝对不可能的啦 無理にきまっています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到说 前面接普通题 有没有 他说那形容詞要加である 也不见得要加である 名詞要加である 也不见得要加である 反正那形容詞 有没有 就那个语干的部分 名詞的部分 直接加 也是可以的 其他就是接常题就行了 就表示一定 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常用 OK 在那个日本的节目 特别是什么动漫 那个连续剧里面 常常会出现 にきまっている 一定这样的意思 下面的解释 他说話す人が团体 团体したいほど ほど是表程度 確信を持っている推移 也就是说 它是一种推测 没有错 但是它是一种 带有确信的推测 但是这个确信 又到了什么程度 到了断定的程度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说话的人 带有断定程度的 确信的推测 但是没有关系 反正我们中文 只要知道它怎么翻就好 就是翻人叫一定 就是说话的人 他觉得一定是如此 所以其实就跟きと 是很像的啦 在または 或者是 はな また是另外 または是 或者是 知道吗 OK または加わ 叫做或者 或者是说话的人的 或者是表达 说话的人的主张 就对了啦 好 再来看一下第二小题 第二大题 它说しかなi 其实我们早就学过しか了 しか后面接否定 对不对 因为しか的意思叫做 除了什么之外 那しか要加否定 就表示 除了什么之外都没有 所以表示只有 对不对 就表示 就表示 除了十元之外 什么都没有 就表示 只有十元 对不对 这个是在我们N4 就有学过的概念 しか要接否定 只是说 今天的しか 前面它加的是动词 就是说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了 是不是其实一样的意思呢 对不对 就是我只能 我只有这个办法而已了 所以这样听起来 感觉怎么样 就是有一种好像 很消极 所以你看下一页 下一页的解释 下一页的解释 他说 他に方法がない 没有别的办法了 しかたがないからそうです しかたがないからそうする 因为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才如此做 と あきらめの気持ちでいうときの表現 是一种怎么样 あきらめの 就是表示说 一种放弃的一种情绪 就是说 没办法了 只有 维持一图的感觉了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来 回到前面 一度決心したら 最後までやるしかない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并不是说一个句子里面 尾巴是否定 整句就是否定了 对不对 像你曾经学过的 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跟ないわけにはいかない 这我就是很早期就学过 还有刚刚我们有看过 尾巴是否定的句子 搞不好有可能是肯定 对不对 你看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他不是说不做 やるしかない 不是やらない やらない是不要做 やるしかない是什么 只有做 只好做了 只有做一图了 既然都已经 一旦 怎么样 下定了决心 就只有 怎么样 坚持到最后了 第二个 この事故の責任はこちら側にあるのだから 謝るしかないと思う 他的意思是说 因为这个事故的责任是我方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 对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去道歉的意思 責任はこちら側 こちら側就是我们这里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你是没有必要 不好意思 不是没有必要 我讲错了 没有必要是 ことはない 我看走言 是 しかない 所以这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 只有道歉一图了 他的意思是说 因为责任在我方 所以我们只好道歉 只能道歉 不是道谢 是道歉 再来第三 私の場合 生活費を抑えるには 電話代の節約しかないんですよ 我的情况是这样子 如果说要去怎么样 就是减少生活的开销的话 我也只能去省那个电话费 就表示说可能我现在手头很紧 想要节省开销 但是怎么看都觉得好像很多开销都是必要的开销啊 对不对 真的要要节省了 我只能从什么 节省电话费开始着手了 我只能从这里开始着手了 没有别的方法了 在当时 私は生活に困っていたので 学校を辞めて 働くほかなかった 就是我退学 就是我那个措学 有没有 然后工作 是不是 然后ほかはない 没有别的人 对啊 就表示这样 我也只能去措学工作 然后 ほかはない ほか是别的嘛 ない是没有嘛 没有别的路了 就表示怎么样 学校を辞めて 働く しかない 的意思 对不对 我这边也可以放働くしかない啊 那他只是说换成另外一个样子 也可以啊 意思一样 但是他是过去式 知道吗 所以他用なかった 第五 この病気を治す方法は手術しかないそうです 你看又来了 そう 前面加常体 表示听说 听说要治疗这个病 只有手术一图了 治疗是他动词 你看到了 因为他前面是病気 自动词是治疗 他动词是治疗 治疗这个病呢 只有手术一图了 すぐに入院するよりほかはありません 他用了两次呢 前面用的是しかない 后面是よりほかはない 好 那一样啊 其实呢 我可以看到就是说 前面他讲说 听说只能手术了 所以呢 怎么样 现在立刻住院 然后より呢 其实呃 より原来的意思就是怎样 就是叫做靠近 靠近 依附 什么某物的东西 那你现在より前面放的是住院 就表示我要依附于住院 靠近住院 除了这个之外 没有了 你看到 後面又是ほかはない 後面又是ほかはない 对不对 所以就是表示 除了住院之外 没有别的了 就表示还是怎样 入院するしかない 入院するしかない的意思 OK 他只是故意用两种不同的样子 放在同个句子里面 让你看一下是什么感觉而已 好 只能手术 所以现在只能住院 第六 これ以上赤字が続いたら 営業を止めるほか仕方がないでしょう 就是如果再继续这样子 持续赤字下去的话 我看我们就是怎样要结束 我们也只能结束营业了吧 でしょう 退策 对不对 好 我们退策 営業を止める 这个结束营业 放弃营业 ほか仕方がない 你看 他的尾巴有很多种方式的 无论是只有ない而已 还是ほかはない 还是ほか仕方がない 仕方がない 大家知道吗 就是刚才讲过 就是那个没有办法 对不对 就是没有别的方法了 我们就只好怎样 结束营业 所以 其实大家都是单字越背越多 相对来说 自然的 巨型里面的组合的 其中的缘由 也就比较好理解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来看左边这一页 234页的 知っていますか N3的部分 我们要做的是 1跟4 第一小题 こんなに無理をしたら 病気になる 怎么样 像这样子 这么的 这个無理 就是逞强 对不对 你如果这么逞强的话 就一定会生病了 对不对 所以应该是什么 Aに決まっている 病気になるに決まっている 一定的意思 那第四题 明日手術をする 今はもう神に祈る 对不对 明天要做手术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怎么样 已经是只能向上帝祈祷了 对不对 我现在只能这样做了 对不对 交托给神了 好 所以 神に祈るしかない 好 除此之外 也无他法了 这题要选B 好了 再来看下面 使いますか N3的部分 我们只有第一小题可以做 第一小题 あの時は病気だったのだから 那个时候啊 因为是生病 对不对 所以呢 好 那个时候生病是过去式 所以仕事を減らすしかなかった 还是仕事をしないしかなかった 好 都可以知道嘛 仕かない就表示 除了前面那个方法之外 没有别的方法了 所以应该是那个时候生病 所以一定就只能怎么样 减少工作量啊 对不对 好 减少工作量 怎么会是不工作呢 好 首先好 你要注意一下 仕事を減らす 是减少工作 仕事をしない 是不工作 那你说老师 我那个时候因为生病 所以只好不工作了 B 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首先 仕かない这个部分 你应该看一下 来236页的最上面 他我跟你说 他因为是表示 只能怎么样 不能犯成只能不怎么样 知道吗 这个时候呢 你就前面要放的是肯定 所以你要放的是什么 圆形动词 没有再放耐形动词的 没有再放耐形动词的 OK 好 好 所以这题应该回到234页 所以应该是选A 仕事を減らす 減らす这个字 是他动词 把工作给减少 如果是自动词的话 是heiru 这个很常用 其实我觉得减少 这个heiru 这个自动词的部分 反而 依我所见 比他动词还要常用 一定要配起来 课本是他动词 好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239页 230Q 这里呢 呃 我们只能做对A大题的 这篇文章的第6跟第7小题而已 就是从文章的后半段开始看 前面不看没有关系 因为还是我们可以看这个句子的一点点的前后文就可以推置了 来239页的最上面那篇文章的第6小题 它的前面那一句话写的是什么 应该是倒数第三行 你们看到20岁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太郎 太郎も まもなく 二十 好 まもなく 就是もうすぐ 比较正式的说法 叫做まもなく 好 太郎が也怎么样 即将要满20岁 对不对 他就说啊 bikeが 这机车 对不对 危险なことは 分かっている 对不对 他都即将要成年了 对不对 一定知道 骑机车也是件危险的事情 对吧 所以是一定 所以是什么 に決まっている 好 危险なことは分かっている に決まっている 那 他说分かっていて乗るのだ 就是说 他就是说 他是会怎样 他会了解这个情况 然后再去骑车的 对不对 我们每天骑车 开车 其实也都知道 是有危险的 然后在这个 有这种认知的情况下 去骑车的 那 私は 我现在呢 今はもう あの子の好きなようにさせる しかない と思っている 我现在只能持续的 抱持着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就是怎么样 让那个孩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因为就是放他飞吧 满20岁的成年了 对不对 也不能管他那么多了 好 所以 あの子の好きなよ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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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 就是模样 好 好 它是名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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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叫人呐 好 喜欢的模样 にする 名词 名词加にする 是表示决定的意思 OK 好 所以呢 就是决定做喜欢的事情 那现在再把する 变成させる 变成实意型 对不对 就是决定让他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意思 好 今はもうあの子の好きなようにさせる 好 就是说 我现在也只能怎样 就是让他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 了 好 自己是加しかない 好 就表示 啊 可能妈妈有一点点无奈 对不对 因为刚才我们就说这个剧情是有无奈 就是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管不住他了 所以只好这样 由他去 让他自己负责自己的事情 那以上的是第29章的部分